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长卖山最后一天 本来想第二天就登山 但是导游告诉我们天气不是很好的 然后让我们再择日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只能是最后一天 但是据说前五天都没有看到天池 就是都是有雾 然后阴天有雾下雨没有看到天池 但是今天是个晴天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山顶 据说可以看到天池 看多等的这一天是不是真的值得 究竟能不能看到天池 这里有两个A登山口和B登山口 两个登山口 这个人都超暴多的 天哪 就是感觉比长城的人都要多很多 现在这个山顶的气温说是16度 虽然大家都穿着比较厚的防风衣服 但是我个人的体感温度还好 也不算很冷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不过差不多这也是唐白山 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了 这么快就到了 看这人 已经完全看不到 真不容易啊 看到天池了 而且今天天真的是非常好 据说看到天池的几率非常低 长白山的北、西、南坡落在中国境内 而东坡则属于北韩国境 在韩语中称其为白头山 是朝鲜民族和其历代帝王的发源地 也是朝鲜民族心中的圣山 无论北韩国徽还是南韩国阿中 都有白头山出现 而当今北韩的金氏家族 一称其为白头血统 任何胆敢反抗或质疑白头血统的北韩人 都会被视为叛国而处以极刑 因此我觉得白头山的全称应该是 白白断头山 这是我第二次来天池 然后两次都有看到天池 我见到天池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我还没有见过有雾的天池 所以我不知道 可能我幸运 你说这奇怪的东西吗 山顶上面其实温度也不是很冷的 然后他们女朋友和老妈都走热了 所以人顶一降 准备下山了 最后再和山顶合个影 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来看一看 看我这一身行头 在泰国 在泰国待的时间久都没有厚衣服 然后这个衣服啊 裤子都是借的 跟表哥借的 表哥一米八八 这个还比较大 勉强穿吧 然后裤腿都要卷起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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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的好处就是 快速通过 什么都不 有什么都不 啊 有那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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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煮的 如果是像日本那样 一个人拿一个小筐 然后在里面煮的话 这么多人根本没办法等 可是台湾也是这样 台湾哪有这么多人 你看这么多人只能去这样煮 这个就是长白山的温泉蛋 和日本的和泰国的温泉蛋 也看不出太大的区别 甚至应该说和自己在家里 用开水煮的蛋也看不出区别 蜜蜂 这是山蜒来了 快点 左边这个冒烟的 这些就是温泉 然后右边流淌的那一条 那个就是天池流下来的水 后骨凉的 很神奇 一边热一边凉 长白山温泉 虽然看得到热气 但是闻不到硫磺味 是不是一点硫磺味都没有 我以前好像分泉的 不是什么 热了哎呗 长白山除了天池之外 最壮观的景点就要数长白山瀑布了 这个瀑布是天池的唯一出水口 因此也只有在北坡才能看到 而瀑布流下来的天池水 便是松花江的源头 尽管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 天池表面都已结冻 但湖水还是从冰层之下一流出来 因此长白山瀑布常年奔流不息 60多岁的老妈上了多少台阶 上了多少台阶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我在泰国机车旅行的时候 曾经拍过一支影片 去了一个地方 泰国东北部一个地方 叫个南闹的地方 然后我当时拍了一个很可怜的小瀑布 跟这个比起来 真的是差太多了 我想摸一下 手不够长 下山咯 绿岩潭算是一个小众景点 这里有一个小瀑布和一个小湖 可以看作是迷你版的酒寨沟 对对 OK 哎呦 右手之后右手边拖出来 插摩了右手边拉近 右手边拉近 右手边拉近 插摩右手边拉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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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